上個禮拜的東西再把它加進來 所以上個禮拜還記得吧 我們有做了一個什麼 美元折線圖 把美元畫到這邊來 然後人民幣折線圖 這個程式還蠻單純的 這個應該還記得吧 這個上個禮拜的這一段程式 其實在雲端上也找得到 美元折線圖 人民幣折線圖 歐元我就不做了 另外最後就是一個全部 刪圖 刪掉把那個圖給刪掉 最後的話就是全部折線圖 全部每一個貨幣的所有折線圖 那就可以顯示出來了 那你就可以做一個分析 像最近 像我剛剛講到的就是像那個美元最近 其實對於台幣一直在往下 等於美元是在貶值 那相對的台幣是升值 OK 所以像那個對人民幣也是一樣 人民幣好像台幣也是升值 歐元對美元的話其實 歐元在升值 美元在貶值 日幣的話好像 對日幣的話 日幣最近也是漲了 所以日幣的話如果你們要買日幣的話 其實 最近應該是還蠻好的買點 因為最近應該會慢慢會漲上來 現在好像才0.21吧 非常非常低 之後的話呢 如果漲上來 其實相對的 你如果去日本旅行 買東西的話 它相對就貴了 所以 最後的話請各位 就是把上個禮拜的部分 把它再加到 這個 城市裡面來 就這一段 這些的話其實上個禮拜都有做到 所以 這個部分我們就 不重複講 所以請各位再把那個 美元折線圖 跟 人民幣折線圖 把它畫上去 最後 全部折線圖 多一個 三圖就可以了 也就是說 如果下一次 如果你假設 下個禮拜來的時候 因為匯率又變動了 所以其實我們只要按一下這個匯率下載 它會清掉舊的 然後再 增加新的 那我又可以畫出新的 每一次的圖 其實 在觀察那個匯率的波動 其實就會 非常的 好理解 OK 所以其實我覺得理論上 學這個工具主要的目的 是能夠讓本來很複雜的東西 變得非常容易理解 那你就可以針對你看到很容易做個判斷 就不會做錯誤的判斷 就像剛剛講到的 其實很多的那個 古人的智慧 其實非常棒 但問題是你沒有把它轉換成現在人可以理解的東西的話 這蠻可惜的 所以要怎麼樣把它 用電腦的方式 把它做個轉換 然後呢 變成大家都能夠 理解 而且能夠應用的一個知識 這應該是蠻需要做到的 可是現在我反而 大家比較糾結在文言文上面 我覺得反而好像 這個重點有點 搞錯了吧 我覺得 應該是說你應該拿 他來用 而不是 拿他去 什麼 去 糾結在那個上面 我覺得真的有點 不太OK 就像以前我記得好像 大家在討論論文的重點好像發現 最 最常被指證的就是 措置 我發現好像大家都在找措置 我覺得有時候你到底是在 研究措置還是研究古人的 智慧跟思想 我覺得這好像有點 本末倒置 OK 好了 所以今天的部分的話 請各位呢 把那個 匯率下載的部分 把它加上去 並且把折線圖的匯制 也把它再補上 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 所以今天的作業 恐怕就是 需要 再加上 上個禮拜的部分 OK